那时耶稣对门徒门说 某财主有一个管家 被人揭发他挥霍主人的钱财 主人便叫他来 问他说 我怎么听说你有这种事情 把你管理的帐目交出来 因为你不能再当我的管家了 那管家心理想 主人要切我管家的职务了 我该怎么办 坐地吧 我没有力气 土饭吧 我又害羞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即使我被切职 也会有人愿意收留我 他便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 问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回答说 四千公斤 他又问另一个 你欠了多少 他回答说 四万公斤 四万公斤物质 管家说 拿出你的账单 改成三万 主人就称赞这个不中意的管家 办事精明 因为在应付自己世代的事上 世俗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